投資長 今天大漲的股票都跟除全息有關 但是呢 噓 我們這麼快就要秘密講出來 好啦 今天節目會講啦 好的 但是台股天天流上癮線 是暗示台股這樣崩盤嗎 對啊 怎麼會天天出這上癮線呢 連續四天上癮線 還連續一兩天上癮線 一百天以上呢 真的好想知道 而我們呢 獲利33%出掉的精彩 今天股價是繼續跌 獲利17%出掉的新日新 今天股價也是繼續跌 而我們持股續報的洪康 今天呢 創下波段新高 但是真的很想要知道啊 今天大漲的股票都跟除全息有關 但是台股天天流上癮線 真的暗示將崩盤 除全息的萬計 到這個月的企業時效也是結算前 台灣股市有157點要增發 這157點要增發的過程中 有好多你知道或你不知道的標股 通通等到除全息 不約而同在除全息之前 今天都開始上漲了 哪些股票是除全息的標股 這些除全息標股 還有這些老A的標股 還有這些長期標股是什麼呢 台灣股市真的會崩盤嗎 所有的標股介紹 通通在今天的話 我要接你一定要看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7月1號台股上漲26點 收在23,058點 美國核心PC數據顯示通膨持續降溫 但因為美國總統辯論後的政治不確定性 讓美股多數收跌 台股則是卡位除息行情 聯發科、聯電、日月光等 接上漲快要2% AI股也表現得非常凌厲 索羅門兼強漲快要半根停板 雙紅、旗紅等皆有表現 五盤過後指數是漲幅收斂 貴買指數則是創下歷史新高 後續盤是解析 我們只要給經濟日報 選擇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粉絲人數最多 一樣講座 常常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 各位投資長大家好 投資長喔 今天大漲150點以上 董哥你在想什麼 哲哲錯了 欸 今天殺下去了 欸 超過170喔 欸 超過178點 哲哲 妳的世界先進賣飛了 然後呢 我本來就說它會漲啊 喔 我賺我什麼時間不能走嗎 可以啊 哲哲有幸見識了 哎呦 賣飛了 賣翻了 賣了漲上去 然後咧 嗯 妳真的相信每一天都可以賣最高點分析師嗎 那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講我很實在 我也可以表演 我先出掉一半 然後我今天再漲上去 我再出掉 都可以這樣子 可是投資沒有 本來就不可能賣最高點 至少我很務實的跟你講 我的實際操作是什麼 這沒辦法騙人的 這麼多人 眾目睽睽看著我 我反而很享受這種 你們監督我 對 然後我把我的績效 實力發揮到極大值 可是今天投資 今天上漲 今天看起來好像平凡 上漲跟下跌加速差不多 對 妳有沒有銀行什麼 欸 那今天還有很多股票漲上去 跟儲權息有關 等一下我再微微道來 好不好 真的欸 今天五盤之前是先漲了150點 之後五盤過後又是下殺了超過170點 每天都是這樣 先漲再殺 而且現在融資也已經連續13天都在增加囉 台子期也是持續呈現逆價差 外資空單口數也是突破2.6萬口 種種跡象都是顯示台股就是過熱 而我們獲利出掉的股票像是獲利17%出掉的新日星 今天股價是繼續跌 獲利33%出掉的精彩 今天股價也是繼續跌 而我們持股續爆的洪康 今天的股價繼續的上漲創下波段新高 不過就如頭長所說的 我們的永信界還有世界 獲利出掉之後 欸到底是不是賣飛了 要怎麼看呢 那我們算了一下5、6月這兩個月台股總共是上漲了超過2600點 但投資長接下來的行情我們要怎麼看 朋友先看除全行行情 你要做短的記起來除全行行情 除全行行情 今天會漲的股票很多除全行行情 我不知道其他分析怎麼跟你講 我先跟你講 除全行萬七嘛 就像我跟很多上禮拜有人問我說 投資長現在變成逆價差 我說沒有增價差 因為你要把他加157點加進去 你聽懂嗎 像正價差不多157點會增發 到這一次7月中的時候 會增發157點 那這個都是他一個實在的分析師 理解的分析師告訴你這些預測 那你也因為這些關係 所以你知道說有除全息的行情 所以很多股票除全息漲上去啦 譬如說什麼 永信建設 是 投票漲上去二者則賣飛了 問題是我賺兩次啊 對啊 一次賺20%一次賺10幾% 那也代表我股票是極有股是什麼不好 世界經驗漲上去也代表我選股 是對的啊 投票漲上去也代表我選股是對的啊 投票漲上去也代表我選股是對的啊 投票漲上去就是讓你買的安心 抱的開心 賺的放心 是 那你三心二意 這三心嘛 對 安心開心放心 對 那你賺到兩億好不好 好 而不是那種三心二意那種負面的說法 而真正的三心二意那你賺到兩億 投票這兩億這是誇張的 因為看每個人的資產不同啦 不過你知道正確的原則一直滾 一直滾 一直滾 幾百萬其實也可以滾到幾千萬 真是三億啊 因為要趕上通貨膨脹的一個速度 好先跟大家講來這邊拉上去的 在這邊我今天看一下今天直播人數 我還是要看一下直播人數 通常禮拜一人會略少一點點 先看一下直播人數 我看今天外資就賣65億了 投票漲你有很開心嗎 到底現在誰買的 來我們看直播 現在應該要2600到2800啦 好我預測到最後還是5000啦 好來我們看一下 今天比較少一點的 差不多 今天比較少所以沒有到5000 不知道是因為嘴嘴覺得 欸只是看空他覺得不準 那如果只值得看空呢 你大家覺得不準 那這個環境反而就會下去了 如果要搞清楚一件事 只是看空數不是看空 看空我會直接做股票好不好 OK吧 3 5% 展都受不了 不適合玩股票 真的真的不適合好不好 聽直播人數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次 我沒有一定對 他真的過了 他也可能 他也可能 這段時間都沒有 可能過了好幾個月 過了半年才下去 可是他的確他有過了的跡象 那有過了的跡象 我們先come down 就這麼簡單 少賺一點不會死 可是多賠一點你受不了 我說沒錯吧 我說沒錯吧好不好 奇怪你這直播人數 直播人數差一博大 什麼意思 我看這邊就是 2400 我看一下再看一下 2600啦 2590這不多啦 好不好 不要跌一跌就受不了 大家現在都有很多名言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講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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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對 PCE 為什麼數據明明符合預期 來講一下美債 今天美債算跌滿凶的 先講美債 好啊 先講美債 講美國的這些事情 就是應該專家啦 來美債00687B 畫面給我畫面給我 這知道從本來 賺了800萬對不對 對 這樣子賺500多 瞬間少賺兩萬 算資金少賺兩百多萬 你說柯柯你的績價怎麼看 5%還怎麼樣是比定存好啊 是啊 然後怎麼樣 嗯 平常心就好 他是買保險的 如果萬一台股 萬一不小心真的是崩盤 而且崩盤是超過3000點 萬一到時候賺的是40%50% 那很開心啊 而且跟定存比啊 好不好 那要跟台灣50比 我也說過 我不大分意思 我覺得台灣50從頭包到尾 我這個都沒有跟大家開玩笑 講台灣50的故事 跟台50的秘密 其實在這邊已經賣了 買了9900萬了 這邊因為我有給我一些 他有給我一些鼓勵的 大概已經發了兩百多萬了 所以只能怎麼賠 光鼓勵我就賺兩百多萬了 這已經獲利入袋了 你跟我講 是不是 你獲利兩百多萬 你看你都不用在台積電上班了 是不是 我光鼓勵而已啊好不好 給大家鼓鼓掌給我鼓勵鼓勵 好扯遠了啦 為什麼這樣子好不好 有此一說啦 就是說川普當選他會降職 那時候他不是罵鮑文罵得像龜孫子一樣 廢的主席你知道嗎 那就是因為川普他是房地產商 他是房地產商起家的 他爸就是建商 就像今天最強的營建股建商一樣 是 那爸這咖是繼承副業的 等於富二代 以前又高又帥 身高197公分又高又帥 也是風流替堂的人物啦 你知道嗎 以前還有這個小鬼當家 我那裡有聽過這個電影 都是小時候的電影 怎麼辦知道我年紀了 還有客串過小鬼當家2 扯遠了 扯遠了 我其實我也 他以前 我也看過他以前誰是接班人的影集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一、二季我都看過 好幾季我都看過 就很好看 所以他是這樣子很紅的 所以美國是喜歡 就找那種演藝人員 或是跟演藝有關係的 像哪一根也是一樣 他是演員出身的 扯遠所以你應該知道我瞭解拜登 你應該知道我瞭解川普 而且他2016年到2020年 我常預測他的一些言行 所以我對他特別有經驗 所以川普罵鮑威、罵肺的主席 叫龜孫子一樣 他就是因為 問你一件事 房地產商最討厭的是 最討厭的是高利率還是低利率 最討厭高的利率 為什麼會壓垮他 對 付不起那個貸款 付不起啊 人家付不起房地產的錢 就不想買房子 我房子怎麼賣出去 然後我的營建成本也增加啦 是不是 所以最討厭的是高利率啊 對不對 如果費的利率很高的話 是不是他就容易破產 剛好要死不死 他就只有破產過 那就是因為在高利率的情況 那我問你一件事 那現在費的主席來了 不是 現在如果他單選了 我們第一時間就跟他說 他演講講的很差 我講的是那個 對不起跳下去 拜登講的很差 像美國這幾天 很多在Twitter都崩潰了 民主黨的人崩潰你知道嗎 因為歐巴馬都崩潰了 你知道嗎 民主黨這些人 怎麼會這麼差 他就崩潰了 安慰他 還有人說要換掉他 我看就知道 老實在 你看我講話是很直接判斷的 所以代表哲哲其實 想法其實是很符合華爾街 甚至於領先跟華爾街的想法 我看這演講就知道 大勢已去 如果九月份在第二次演講 我可以告訴你 你們可以再考慮川普勝選股了 像美國已經在展川普勝選股了 已經在展了 好成遠了 所以他會壓低利率 壓低利率不是美債比較好嗎 可是要死不死 他除以壓低利率外 他擴大資本支出 政府的資本支出要減稅 然後擴大政府的支出 所以有一些怎麼樣 有一些人認定 因為你擴大政府的支出對不對 是不是 那你殖利率 你就會比較高一點點 你的那個利率就比較高一點點 你聽得懂嗎 沒辦法 你聽得懂嗎 所以這個 可是我跟你講 擴大政府支出 我打個question mark 就是他擴大政府支出 然後他的利率會比較高一點點 國債利率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有人因為這樣覺得國債 美國公債會跌 這個聽起來邏輯是對對不對 可是他會擴大政府支出 我可以打個question mark 可是他會降低利率 這是一定會的 嗯 你聽懂嗎 所以我覺得如果川普單選 對美債反而是好的 是好的 你聽懂嗎 可是他可能降息完以後對不對 又惡性通膨再爆炸一次 哇 哇那個就是兩年後的事情 一年後的事情 這個我很難說 我沒辦法去預測 我們連明天投資廟都很難預測 不要說明天啊 今天找盤開高走低 你有預測到嗎 沒有 我連續兩天啊 來看一下 連續兩天 期貨 嗯 你看 來幫我唸一下全部的簡訊 好 這邊 6月28號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恭喜今天第二筆成交的當充期貨空單 我們在22,970點獲利回補 大賺110點出場 為什麼是第二筆 因為我第一筆沒賺錢 我已經沒秀了 可是我是反敗為勝 是 沒錯吧 對 早晃你有預測到這個行情嗎 沒有 今天下午 今天早晨又再一次 23140 有沒有看到 在訂塔 來我們來看 23140在哪邊 我們看一下 好 23140很簡單 等一下喔 看一下喔 期貨季月分析 在這裡 23140等於空在最高點 我被尬啦 尬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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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尬 對不對是150 今天第二笔成交的当充期货空单 我们在23,020点获利回补 大赚120点出场 连续两天 礼拜五我都是第一笔我先赔钱 我就讲实在话 第二笔反败为胜把他赚回来 赔的倒赚回来 为什么 你看大赚120点 连续两天的都给你这样子 摸起总是像齐渭讲的 你看 你现在不觉得像齐渭都比以前多吗 以前齐渭都三点都是先喷再说 现在齐渭都先涨再说 有那个fueler 你看 昨天那天也是礼拜五这样 先涨再杀 你看到 对 先涨再杀 已经连续两天白点下引线 已经有暗示 我只问你一件事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我直押买ETF 它变个螺旋式的上涨 可是螺旋式上涨以后你看 像09次你已经开第一枪了 告诉你质利率可能下滑了 以后规模没在这么增加的情况之下 如果到时候质利率变5% 10% 不要说卖压啦 我不觉得不会卖压 像大家很多人已经被教育得很好 还会定期定额 可是如果 数量没那么多呢 就大家定期定额数量没那么多 就100个人有一两个人 退缩了 他们不是一个螺旋式上涨 变成一个螺旋式下跌怎么办 多刹多传办 甚至直押的过程都 很多人直押ETF 我跌个20% 30% 我可能就 我可能就会赚投 这些都没有经历过 而且我看到PTT向上讨论说 很多人讨论直押 这冲刺文 然后有人建议说不要质压 网路上就说 赚到卖干嘛 像哲哲赚到美在卖的那个干嘛 你的逻辑好奇怪 我的美在冲刀尾是跟定层比 哲哲 台湾50 我早就跟你讲我台湾50卖掉了 我就跟你讲是因为分析师 所以 我已经跟你大家讲一件事 我觉得我当分析师 我没有到 一定要怎么样 我没有到一定怎么样 如果说金钱的数量 没有比较划算 因为我买台湾50 我就会赚翻了 我有说过不当分析师我从头就报了台湾50 直到上周 23400点这输进的时候 我就说 台湾50真的可以出掉 出掉一半或出掉以上 不然从头以前到现在 我没有叫你要用力出掉台湾50 对 我没有很用力 所以这次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股价净值比 来听清楚 股价净值比来到多少 来到2.6倍 我问你啊 如果台积电到时候EPS跟不上怎么办 你这边就是觉得是国了 到时候有个测试你就惨了 你知道吗 融资3000多亿 有没有看到 有 还有很多是什么 不限用途的质押 所以券商没有告诉你答案是多少 所以实际的融资是4000多亿 你相信我一跌下去就开始有新闻讨论这个东西 你何必的跌下去呢 你要做短你可以 就做除全息的股票 来 5508有信件 几号除全息 7月10号 2303 联电 今天是不是涨 什么时候除全息 明天 2317红海 有没有看到今天拉起来了 因为除全息 明天 还有还有还有 联发科 有没有看到今天有什么涨 后天 那个7月4号除全息 有没有 这是跟大家 5347世界先进 7月4号 除全息 蛮怪 这样 嗯 最学到没 你要去上去朝三四三贵的除全息表 没有你可以来找我 除此以外我再教大家教学一点 其实现在因为除全息嘛对不对 可是股 可是那个什么 起货 股票起货 比如世界先进的股票起货 他已经包含除全息 他到时候已经 会把除全息算进去了 嗯 什么意思就是反正 你要看大户的 股票起货动作 你要直接看股票起货 比如世界先进的股票起货 你要把它列入 列入怎么样 列入自选股 就是你现在有世界先进 你一定要列入 世界先进的股票起货 嗯 如果爆量 那代表大户是看好怎么样 除全息 他会先涨 平常股票起货没有先行指标 可是在6、7月份的时候 6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 除全息的旺季 他会是领先指标 拜托你比加安君 你听不懂没关系 代表我很专业 你大概识懂非懂吧 我今天大户 我动辄是几十亿的资金 我要买个世界先进 我压个几亿 除全息很贵啊 我不如买什么 世界先进的起货 那世界先进的起货 我买过程中 量会出来 那这些分析是怎么教你 没有 我就告诉你实战 就是靠股票 已经财富自由了 我很多事情 我都是务实的跟你讲 我就讲在前面 就像我上礼拜有跟他讲的 这礼拜有很多人说买不到 买不到什么 买不到折折的书啦好不好 买不到折折的书啦 来来 那折的书我也跟你讲 你自己看啦 我也没跟你胡扯啊 你自己看随便个画面啦 这个画面来看一下 是哪一家不知道 这是那个卖场里面的啦 卖场里面的 我们看到 现在连卖都卖不完的啦 就是那个什么 虾皮卖场是不是 是 卖237真的是 我很可怜啦 所以以后如果要搞订阅 都不值个价钱了 所以你买到就赚到 是 台湾书卖 你看包尔哥打马赛克 写什么 瘦丸 300块有我前两年的书 我又再不写 我跟你讲 不要写了 我跟他书上卖贵一点 跟他卖什么300块 我反想说 我就要卖便宜一点 不行不行要卖贵 因为我的便宜跟他的 跟他的便宜是不一样的意思 我本来就讲说卖一本 800块1000块的 不一样喔 我算过了 就算我现在是全台湾第一名 卖销量15000本 我跟妳讲 一般人抽到10-15%算是第一名的 他给我抽很高 他说10-15%算抽很高 对不起我已经把那个秘密跟他讲了 我有秘密跟他讲了 等一下再callout他 我问他callout 三字本要callout券商 我当然callout书商 好不好 你们分析师第一次给现场callout的 没有看过 我问他就callout他 我跟他俩是卖完的 你问他不要说我说的 现在已经售完了吗 你再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你随便再找一个啦 这边的 成品没错吧 成品 要给你什么九折什么的 这五折的 7月3号什么 这我没错吧 没错 没有被打住喔 大乐的文化嘛 出版社7月3号吧 对 结果出版日期7月3号 可是问题是大家都已经先买到了 已经DP买完了 现在买不到了 现在买不到了 为什么出版日期 为什么现在买不到了 应该说上个礼拜 周末就已经有在出版的 现在卖光光的 这个很在版日期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写 看一下 对 查询门市库存 有没有 查询门市库存 有这边 看一下 参考而已 无库存 对 没错吧 对 没跟你胡扯吧 按到了 花鼠下滑 那怎么不让我下滑 有了 都没有 存品台大店怎么样 无库存 对 没错吧 对 无库存吧 没有 没有错吧 对 字不需要再掉了啦 每个门市都没有 没有了 樊桥 终利大家没有库存 没有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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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库存你跟我讲 没有 没有库存啦 我跟你讲喔 我觉得卖掉以外以后 有时候一个 一个会员官是什么续约的 都不止 都不止几十万的 但是我们这次是比较高阶会员的 我先跟大家讲 喔 我也跟大家讲 这段时间很多人加入 因为他们知道 我这段时间会期送给你 是 等到我要进财才开始算 而且你要免费有我的 虚航问暖 有我的简讯 还有我传真稿 喔我们打算 那先要问 直接打电话 就call in嘛 比较有感觉嘛 好不好 出版社 经理 我书 我书里面太多人 你看 这我跟他对话 我还有这边 这个书嘛 没错吧 是书 透色 有黄黄的 看到了 来 出版社嘛 事权经理 大乐文化的 好 如果媒体业都知道 他是谁 好不好 扩音一下 来问他一下 好不好 先跟他讲 我不是要卖书 喔 扩音 诶 诶 经理你好 听得到声音吗 有听得到 你去搜寻好的地方 好不好 可以吗 诶我这边 你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一踢他收音好吗 可以喔 因为 有些网友啦 一直问我们说 怎么买得到啦 因为听说现在卖得很好 是不是 是怎样 现在一场在缺货啊 目前可以买可以定 但是书 短时间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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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什么 对 因为卖太好了 卖太好了 还有呢 跳出来一些东西 因为 已经紧急追加 已经 在版了啦 在版了 对 才第二天就已经 通知再版了 那我问你件事啦 我问你件事 有没有遇过啦 有没有遇过像这种 就是说 出版社 你没有遇过 就是分析 不要说分析师啦 这财经的 一般的书啦 还没有 还没有正式上版 还没有正式上书局的 就已经第2版了 没有 所以我是第1个是不是 你是第1个 过往只有写真集 有办法这样子而已 写真集 哈哈哈 写真集 写真集一些 好色之途是不是 只是也不能再讲 还有办法 财经类的第1次 财经类的第1次 可能他们以为 有我16吨肉鸡肉的股票啦 那我问你件事啦 有人像宣称说 可以在网路上买到我书的 还有库存的 这是骗人的是不是 对啊目前 只能定 一定拿不到书 确定 如果这个礼拜拿到书找你 这礼拜 陆陆续续有可能 我不能说 不会完全没有 可是大部分 如果我一次要定个10本 一定是下礼拜是不是 对 一定是之后的了 一定之后的 一定之后了 那谢谢你啦 那你再帮我们多印刷一下啦 不要搞到那个 会会会 不然一堆人跟我讲 我也不知道 一定买不到 我自己都买不到了 你自己都买不到 我会 卖个一两万本 你也知道我们 抽成没给我很多 但是你是说给我很多啦 我是觉得我不满意啦 没关系啦 你已经给我算 TOP的 对 已经是 作者件 已经非常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抽成 对 非常高的抽成 我卖一两万本 我还是算几十万啦 所以我这个都是 平常心就好 投资料 我不知道卖书 我只要告诉你 哲哲多红而已 好不好 金妮谢谢你啦 谢谢你 那再麻烦大家 那就先这样子啦 好不好 拜拜 好的 没问题 收音OK吗 OK 大家都看到了 看到了 听到了 听到了 所以说 这个 都是一样啦 就是说 我就是说 我都不跟大家胡扯 只是红不红就知道 你现在可以买到我书 随便你他刚才说啦 云上买不到 明星的库存 我已经二刷了 还没有上市之前就二刷了 对 那我也不是要卖这个书 只卖这个书养不起 我连 旁边这位都养不起 很娇贵好不好 娇贵的 很娇贵 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讲 所以 同朋友 我也参 我希望你要搞清楚 一个研究团队的重要心 是啊 一个团队的研究重要心 为什么说研究团队重要心 我等一下就跟你讲 Blackpint的故事好不好 好啊 如果大家 听到这个 女生可以比较有感觉啦 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留言 所以这卖很好 应该很多人留言说 泽泽买不到啦 买不到很正常 正常的 记得 只能没有卖书 只能卖书 那个研究团队 要不要买随便你啦 他吃不饱 吃不饱啦 我真的是最活跪的 我做个几书 然后我写两年书 吃不饱好不好 好不好 我去用成品花币 去成品买一下啦 好不好 买完写真集 Winding够了 谢谢大家 浴冠没买到 你看浴冠没买到 对不对 财经写真集 有没有看到 突然真的很红啊 出写真集会不会更疯狂 有啦 你说我礼拜天干什么 我昨天重训两个多小时 跑步 不知道你在台北市某个合体 可是说不定看到我 我很认真 我跟你讲 昨天合体还没什么人 因为大家都怕了雨 对怕下雨 礼拜六下雨我照跑步 礼拜天我照跑步 哇 我比较喜欢跑外面的 比较晒晒太阳 跟大家讲 整个写真集下来就整个第一名了 靠你了 好不好 没有 我不想要写 但我每在赚了三四千万 我再考虑好不好 晚品 7月4号除期 却不只能反对下去 晚品有机会 晚品算不错 好不好 再版的话一般7到10天 他跟我说这礼拜就可以 他们说再版其实很快啦 印刷大概两天就够了啦 所以你是要送上去啦 需要再加100万本 太夸张了啦 628已经订到书 那OK了 你有拿到没 应该也没拿到吧 连线9晚上 连线对啊 7月4号一期出货 我们看到 有声音 这个跟大家讲 那我们来跟大家讲 所以我讲一个 今天讲一个我古神 不是古神 讲古神八卦特跟讲 Blackpink的歌 就Blackpink 我之前不是有去演唱会吗 对啊 那其实说现在很多年轻人 不是Blackpink Lisa Gisua 现在你就Gisua 对啊 Flower Flower 其实我那时候 我就跟我们演员团队讲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 我说他们红 你却是人红还是歌红 人红 你以为是人红 错是歌红 Blackpink的每一个歌啊 我记得他们好像后面幕后的制作人叫Terry啊 他每一首歌都是Terry 就是精心策划的 所以都是他写他制作的 所以他人红 我就跟你讲 一个人 我常常跟我们演员团队讲 不然我自己也常跟大家讲 人不能知道 我也常跟很多朋友讲这样的话 人不能知道 一个人成功一定是一个团队的成功 我举一个Blackpink 我直接给你大展预测好不好 你信不信Blackpink从现在开始 如果没有意外 他的整个团体会走下坡 除了最不红的Lossé以外 为什么 因为Lossé 很聪明 他就重新回到 YG娱乐里面的Terry 帮他写那首歌 除非那些人 除非像周杰倫一样 他能自己创造歌曲 你听不懂 没关系 像比如说今天Lisa 最近的新歌 网络占国外的媒体 很多人是觉得很差 我也觉得不好听 他就想要说说一个Rockstar 这个音乐Rockstar 可是他歌又没有一个创造性 我自尽在一个泰国的一个 谭人街 我也去过 那边 风街拍了三天 给大幅度的 补助金 可是怎么样 我要做点歌好不好听 你去听歌 去Spotify 去听歌之后 你会看Lisa的票 再亮 还是听她的歌 看她的票 听她的歌 但是听她的歌 对啦 但是听她的歌啊 当然是听她的歌啊 一定是听她的歌 最近怪奇比例 她也出一些歌 她说你看哲哲会去涉略很多东西 我是告诉你 一个团队的红 你们一直很多人 就像分析师 有些分析师 我不要讲是谁 我有看过很多人 他一红 他会觉得他自己靠到自己 可是哲哲没有 哲哲一直跟自己讲 他怎样很努力 我的红 我也是很多人帮助我 我是很认真跟大人 所以我六日 我会比我自己去运动 我比我自己去运载自己 因为人生下来他就是要动 对 你听懂吗 我也是要跟你强调 所以这Blade Pin 最近解散后 离队以后的Lisa 她的新歌真的我觉得惨不忍睹 我自己觉得惨不忍睹 你们可以批评我 可是我跟你讲 她销售这样绝对不会很好 反正她也不知道我在批评她 可是更正面一件事情 有时候歌红 人才会红 比她漂亮的女生其实多很多 很多人忘记 很多人一红就忘记 可是只是从来不忘本 因为有你们才有我 所以我这次书 我是回馈给大家 我快搞个订阅我一个月以后都可能要收个900多元 你这个输了200多块 那真的你要不要买随便你 我也是跟你讲你可不可以 学到东西 我纯粹是回馈学到东西 几十万 我跟大家讲我一年都捐不了 都捐超过的 很多人说只要不要把 捐出去 我说我考虑 我考虑要捐出去 因为才捐几十万而已 很便宜 我怕你要叫我捐个 几千万 几百万我也可以考虑 我是给你们大家认真讲的 好不好 我是跟大家认真讲 我都要捐救护车的那个版税 没多少收入啦 他还跟我说他给我最高 %数了 有没有看到 真低啊 没有要写书了 没有要写了 你懂我意思吗 我是跟你讲Blackpink的故事 我要跟你讲一个人是要一个团队的 团队的 也因为有你们 也因为我研究团队 那也因为哲哲也都很努力 都是一样 你可以真的了解Blackpink的 再去听Blackpink的新歌 Alissa新歌 你就会发现到 真的一个团队很重要 所以哲哲为什么愿意给我们一个 团队最高兴 关一个研究员 他可以一个年薪千万以上 也有分析师 那才能容纳分析师嘛 容纳外资出生的嘛 容纳台大政大会计师 出生的嘛 不然人家怎么愿意给 对 人家怎么愿意来 你说人家怎么愿意来 所以 这个书的钱真的不够 付给他们 一半的薪水 连我这旁边的美女都不够了 对 所以我是要讲的是说 初书的 医院只是希望大家能学到东西 没错 我真的 这是跟大家讲 因为我算是回馈 有理美是很好 OK吗 OK 每天喊每天喊很久喊到年底一定会崩盘 你讲的没有错 所以我只可以自己设定一到三个礼拜 偶尔没有没有 95%时间 其实都是盘整跟 小早 所以这不一定 你也不必酸我 你也不必因为整整一天 看空空手 就觉得浑身不对劲 不需要整整都可以跟大家讲 今天要成品买啦 好不好 爱我的人可以最近不要买 什么意思 你可以隔两个礼拜再买 因为苏珊说有时候就第一瞬间充量 然后后面就是都是粉丝嘛 后面就没有了 可是我有视信 我后面的量还是不错 因为我写得很认真 我写得很黏的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好不好 好 13T歌 Blackpint的分音是真的懂得很多 真的啊 你们懂我在讲 Blackpint的每一首歌 因为我听到歌会发现 他会红真的是歌 他每一首歌都好听 可是他现在的歌都不行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好不好 一定是歌先红才能红 是啊 周权是因为他能创作乐曲 是不是 你说外表呢 但我便污辱他了 所以外表也不差啦 可是真的是因为歌 创作才华很厉害啊 人家随便按三个键 音乐的键他都可以听得出来 好厉害 你知道吗 生半个高音什么都听得出来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多听多看笔记就有智慧跟盘感 真的我还是讲话同时我们来看一下期货 所以现在不要听得懂我来说什么吗 希望大家听得懂我来说什么 好不好 先看大盘 其实期货小小小小跌 期货现在两千就两万六千口 那为什么 我还是稍微让指他们飞一回 因为最近也有一些新闻 不知道你们陆续有没有听到这些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 就股神巴菲特啦 你知道怎么办 他就是说 最近有没有看到 巴菲特囤线近有没有看到 看空股市他被嘎了 所以我是等到他被嘎了 嘎空走以后我才开始 稍微空走一下 而且他的现金怎么样 上升 来 截至第一季有没有看到 截至第一季有没有看到 波克夏有没有念一下 好 截至第一季 波克夏的现金部位升至1890亿美元 创公司史上最高纪录 所以他已经Ready好 我们也要Ready好 我们也要准备好 所以我今天留言什么 你要跟股神巴菲特 你有时候要站在同一边 以前笑他的 我记得以前金融海啸也有人笑他 很多次也有笑他 人家讥笑还是可以打败大盘 对 现在很多人去算 PD有人讨论 他说其实到最后指数型投资 很多人跟你讲这些东西 拜托你们不要乱买政二 政二虽然看起来回撤不错 那是因为他回撤连时间很少 台湾还有除全息填息的 所以这个是因为他能填息 真的你杠杆还是不好 你记得一件事 你就买台湾武器就好 你们只是没有遇过什么真正骨灾 真正骨灾政二就不好 拜托你们 为什么我不叫你们去杠杆 因为杠杆只要一万次炒一次就好 你们就拜拜 为什么我们叫你买美菜 为什么今天很多人 我们今天很多人 就有粉丝说 我光是美菜我就赚几百万 因为他资金很多 身家可能几千万几亿 我们每个资金都赚几百万 对你这很适合我们这种有钱的 只是我要帮你买一百本两百本 很多人这样子 所以就一下缺货 我一对粉丝要买个二三十本 你真的喜欢我 你可以分散给朋友 因为这便宜 你让他知道什么叫ETF 你看我不是跟你讲我选标果 我讲的是ETF 一个分析师 反而跟你讲ETF 为什么 因为ETF 先求 这就像五周制药一样 先求不三生再求疗效 我现在你不要去赔大钱 在那里求赚大钱 美菜也不是这样子吗 我的行为每一件事 当然可以被人讽刺说 我是股市分析师 我去买美菜一天 我去买0050 可是0050最近 孝池定义很好 美菜你怎么知道以后不会好了 那时候我叔叔被人家笑了半年 那半年我都霸凌那些笑我的分析师 我只跟他说你不要跟我PK 我都很平常心 我都很平常心 我是习惯逆传 我人生很习惯逆传 我AMC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就等一到三个礼拜 所以我们今天留言是什么 与神同行 好 与股神同行 好不好 与股神同行 好不好 来来与神同行 哎呀 气死了 你看这真省钱 对啊 我那个乌虾米还有那个 哇 帮忙打一下 帮我打一下 被发现 我每三个月有那个 捐钱不弱的人货 该省的钱 马上下坡就买好了 给的薪水给很大气 好不好 与神同行 他买苹果跟日古 一开始也不是被笑人惨 对啊 日古外攒上去了 五大三社啊 是不是 笑死我了 你们不要到时候说 不要打什么 死版本一过期 对 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与股神同行 好不好 OK 与股神同行 等一下嘛 那我不要到年底 到年底 你们受不了啦 到年底 可能我看错 我时间走 我就这样 没关系 那就 那就先翻多再说嘛 就像你今天你要翻短多位 我也跟你讲啦 你可以去看股票期货 你可以看除前洗嘛 对 所以三个礼拜过后 他还有一个多月除前洗 我赶快去把握住啊 我都准备好 最坏是什么 所以 你知道吗 为什么 融资他是很恐怖 因为他最坏期货你骂 就判断 对 不行 你可能全部赔光光了 你美债哪边有问题啊 没问题啊 最差最差 就再一次 再一次 升息 升息 那也要升息 那也要 通膜在5% 那我跟你讲 那你就撐住啊 多拿点钱 那时候我就叫你用力来借钱买美债 好 我讲借钱是 我还是一样 不知道直押股票 我讲的是 那个 股票 那个 理财型翻带 好 这个比较好 有现金流 为什么 那个时候就准备要崩盘了 最后做末生段 人一下就好 与股神同行 要与 乌虾米同行 对啦要记得买啦 我手机摆有买啦 不要笑这个 不要用此版本也过期 是的 好啦这蛮好笑的 其实要用你过期 你看好啦好啦 与股神同行啦 不要出现那么多梗啦 与股神同行好不好 好 留言留言看一下金几个人 4295 我觉得还是热啦 因为我有在考虑 因为我现在喊空是不是人比较少 他觉得我不准 所以我很难去算 我很难去算是不是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家觉得责不准 那你可以开心啊 如果大家觉得责不准了 喊空手我觉得责不准 那更会崩盘啊 你懂吗 懂 你懂他说什么吗 OK吗 与股神同行 所以我跟你讲 只一到三周 三周什么时候 来 就是19号嘛 好不好 是要结束就是要买了 好不好最晚 好不好我认为19号之前他就有一个转折 好不好 这是跟大家讲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做 抱抱抱的 浓灯造船 浓灯造船 今天怎么了 没什么啦 我会跟你讲 我会也买 不多 我直接讲不多 他现在还赚钱 那拉回过程中我反而想买 可是因为我现在 我不要让你 觉得我精神分裂 是你要问我来跟你讲的 我双灯其实不多 可是我赚钱这边拉火我就可以买 因为他现行等于回到 好啦讲一下 因为我真的当分裂是很难担 又要喊空手 然后不想讲 你看 要死版本已过期了 怎么办 打不出来了 死版本已过期了 一过期了 浓灯造船代码多少 如果打数字 浓灯造船 没有 那我 宇龙德造船无缘 我都不知道代码 6753 我一听怎么 怎么找那么快 我反而不想剪 没有啦开玩笑啦 我不会怕啦 你就有一些事 你看这边刚好 回答这边刚好 回答到警线 警线 你不会刚好又打到警线了 所以这个缺口围捕了 你在这边就可以买了 爆量平常新就好了 好不好 这跟大 这个一看就是 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为什么 不想剪这么多 这很想象的就是 大户主力股 我不认识这边的大户主力 所以他也知道 泽泽有在玩了 有在做了 U磨皮 这我不喜欢这些股票 因为我越大 伟大甩不掉 因为泽泽也大伟 有些人是不是要把我甩掉 我也不管 所以我给你讲 大伟有看到我的节目 这个没关系 泽泽只是 小赌一性 这单股票我们要天长地久 好不好 现在目前有 拉伟的过程你可以考虑买 好不好 不要买太多 记得这件事情 好不好 我刚好回到警线为止 好不好 OK 就跟大家讲 所以你看我不是全部的空 OK 没错 今天债泽有进吗 没有进 有进跟你讲 我现在 我现在已经买寇打 已经是 用完了啦 9990万的用完了 我已经要遵从家母的指讯 指令 虽然我不是富二代 我赚钱 跟我 跟我家人没有什么特别关系 有啊 不然妈妈把我生的 还可以 还 至少比一般的 我觉得比一般的还算 敏捷聪明一点点 努力一点 努力是 我觉得努力除了天生 后天也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就这样子 可是我还是听我妈的话 听妈妈的话 说决人听妈的话 要避免所有可能 独牌综艺不可能 买美再多好 崩盘多好 是不是 台积电法会结束 什么 最近有吗 没事 你们要讲清楚好不好 雨哲神不用 台积电再买回 要啊 当然要啊 如果翻多就当然要啊 我问你件事啊 为什么我就是 950 960出这样吧 如果今天跌到700多块 我是可以买进 可以 我在等那个啊 不就划算 好不好 便宜 是不是 所以你记得我今天起货怎么样 连续两天怎么样 反败为胜 先赔再怎么样 再赚喔 好不好 先赔再赚喔 好不好 好 这跟大家讲 看一下 ET 我问一下 这个画面是不是有两格啊 这边 是不是因为新製作的关系有点不太一样 还是我眼花啦 边框跟之前是不是太一样 对不对 没有没有这不好看 你看这都看得出来 我们换新导播机都看得出来 这有两格 以前好像不是这样子 我要散礼拜的版本 那你觉得很变态 打播机换的也知道 这边不一样也知道 有点奇怪 因为他这么近当号 以前没有那么近啊 你的大小比例要再重调一下 所以 是火眼金睛 火眼金睛喔 对 好不好 看这个美感就知道 你看这边 这个以前近当号不会离这个边框那么近 对啊 好不好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没错 注意一下 就是这么变态要求没电事情 所以我也很变态的 我要求你怎么样 能希望你的极大化获利 获利 我做给你看 我做给你看 好不好 110点 上礼拜我做给你看 120点 当然今天直播人数的少 变少 可是还是全台湾最红的 我直播就5000了 我上礼拜的点阅率 每一集都十几万 都十几二十万 自然点阅率还扣掉广告了 加广告了 加一些什么人家帮我广告的 20几万 我跟你讲 每一集20几万 所以我书卖的好 但很正常 20几万 300 200多万也付不起 我不想借 买股票也付不起 就要买零股都觉得划算了 你定盒都不死了 所以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第一名 全台湾第一名财经界人 15000本就第一名 我说 我随便就可以打破了 因为你今天越讲了 还给你call out 那个书版社 你们一定更想买 你们再爱我下礼拜再买好不好 好 那出版社那3399 你那成品 第一个礼拜就把它卖完了 那后面他就不用 买到前面了 我要去书局要拍个照 我除书纯累就是我要书局我要拍个照 对 然后卖第一名 就这样而已 真的是为了成就感 记得一件事 现在一样 我们会延长会期 我都会写给会员 会延长会期 会 就是你今天比如说我7月19号 假设我最晚是7月19号进场 我7月19号隔天进场 隔三个礼拜 那三个礼拜通通送你 还送你简讯 超版简讯 有没有看到 有 还有你还有服务 还有一些服务 5341千金 4千金 1122赚了50% 现在多少啊 卖飞啦 142 30块 诶但可以用7、80% 我不会怎么样 至少我就是 你以为要知道我选的就是有价有量 有稳的 你干嘛一定要 我要轮的造床是什么 我轮的造床我就小赌一星 可是世界星星我敢中押 对 我都押很多人 所以平常星就好了 留点给人家赚 只都这样子 留点给人家赚 我并不在乎 这东西 可是你看我常常留点钱给人家赚 只是反正赚最多 反摩头顾业绩最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这不是 不是用嘴巴说的 你看我股票股心就知道了 这不会有什么需要跟主力配合 哪个主力拉拉动事件先进 71 你懂吗 他不会是一个人的想法 你懂吗 他不需要找我来出货 你懂吗 这些股票都是一样 好不好 我们就用股票来跟他 2610华丸怎么看 华丸跟长龙 长龙这一次现行真漂亮 2618 是不是 这看起来喷人 你看 今天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礼拜记起来 周线如果长龙 周线 是跌的话 现在已经目前跌一块 对 对 不要再碰含韵谷 要走 代表是他们觉得下半季 9月10月 运价会急速下跌 好不好 早上去搭 中植物都走了 好不好 5483 中美金 吃现行很漂亮 之前不是940豆腐不让我吃 有差吗 是不是 我说干嘛不怕我吃呢 是不是 那不是讲的好像是原大 我说 那好像感觉市场上 大家不是想让我吃豆腐 有差吗 没差 就会搞的 你看940那时候的绩效 大家都不好 对 大家都不好 可是我就平常心 我就选基优股 还是会上去 好不好 这是跟大家讲台积电 来 先我还是认为你现在出的都比我漂亮 你出的都比我普通会很漂亮 出掉到时候跌了 谢谢泽泽 那没有跌怎么办 没有关系 最多就等一到三周 这段时间都免费 你怕什么 泽泽啊 卖飞了少赚30% 那我世界先进也早就卖掉了 你怎么想 照你这样讲永远 你想到很多卖飞就是你永远都陷入那些 老头顾的思维 每天都有展平板 事实上 但那股市每天都展平板 可是你买得到吗 买不到 就不会是泽泽 就每个人 你都听到每个人这样讲的话 就不会是泽泽 是选股基督保持者 他真的很难 你听懂吗 真的很难 像我台湾50 那时候我买在一万两千多点的时候 好多人笑我 说我疯了 没有你们现在你看 早上去就说 泽泽啊好逊喔 可是你会看到 泽泽财富累积还是比率很快 那你觉得泽泽是 winner还是loser呢 winner 如果你都是用一个 泽泽没有得到钱 泽泽很逊的一个想法 那你很抱歉 你不能成为一个赢家 你不能欣赏一个赢家 真正的想法 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前提 如果每一再拿去跟定层比 什么时候输过 我想是这几年啦 以前我不管 好不好 所以 天送下来的礼物好不好 该买就买 该卖就卖 好不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几分啦 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 看直播人数啦 精彩有没有看到 赚33%走啦 走啦 该走就走 好不好 哪些卖掉股票今天是跌的 来看一下让我开心的 精彩有就是跌的 精彩跌的嘛 对 G跌嘛 新日新也是跌的 新日新 红堪啦 红堪帮我查一下那个 代码 代码 今天 五瑕米 这很小钱 都花大钱 省小钱 3587 整个对自己很小气 是跟大家讲 整个花最多钱也是在 左专也是在 西专上面 整个西专就买四五个套 这跟大家讲 不试用 你都可以看过啊 我不试用都直接送别人啦 对 就是节目上不好看 我就直接送了 有 都是这样子好不好 排队等着拿 很多人排队等着拿 西专真的啊 因为我去节目上不好看 我节目上就坚持完美 你看 五瑕米就省小钱 没多少钱 好啦 没关系啦 至少让你大家知道 浮石的一面 是的 3587红堪 雨康又拉起来了 这几几少数还有股票 还是有拉 3374精彩 比方说几几卖的都卖飞 又跌了 金子看起来要跌了 但是他有一根再上去 所以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不能说他已经做头了 接下来很重要 大涨大跌决定他是做头 还是 再喷出去第一分 记得我这句话 好不好 这个已经是呈现一个三角收敛了 他就是一个盘整区间 来 他就是盘整区间 那个边缘的 你知道吗 OK 这边如果散去了 就散去了 跌破呢 就真的跌破了 知道吗 懂了 好不好这花一条线就知道了 好 差不多有跟大家讲 这礼拜有日月关头 已经除全息了 你现在除全息股票记得 联电鸿海7月2号 联发科世界先进7月4号 7月10号永信见 7月11号中沙跟 跟罗森 51560 中沙 你看就是要除全息的嘛 就喷出去的 所以今天很多股票都跟除全息 有关 我觉得可以做除全息股票 可是就像我说的 大盘是这样子 给我三周的时间 因为他真的有一点点过了 融资这边 然后期货空单也达2万6000口 哲哲希望你 像我一样 多空能赚 你看期货 一开始也是先错第一笔 第二笔赚回来 对的 我台湾骨子之前是先赔钱 他会倒赚1000多万 输不重点 所以你是参加我行列 是啦 输只是我对社会的回馈啦 200多元 不过你真的觉得哲哲真的是 认真在工作的 就讲你今天讲很多blackpins 讲很多 古城巴菲特的故事 真的觉得哲哲也是有需要的一些 人生做人做事的道理 股票投资的道理 你就是投资我嘛 这样子的小钱 无瑕米 不花 可是很多大钱愿意花 也是一样 这个是投资的钱 你不要觉得这是汇费 投资这些钱赚来更多钱 你就觉得汇费不贵了 而且汇费也没有 到贵 但高到低的价差有啦 好不好 就是你有便宜的 也有比较贵一点的 我欢迎来一下钱 080 6885 甚至怎样 加入我赖私信 我要加入行列 因为 实战最大行情 跌下去3000点 再拉下去3000点 这多少点 6000点的行情 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6000点的行情 不论对我有错 一切一切遇到前面 去想想看你要资能分析师 也预祝各位能够赚大钱 记得要选就选 台湾最红分析师 财经界是出版社界 最红分析师 跟那些写真情女星 可以比的 最热门的分析师 就是我 It's me 我也希望投资能够赚大钱 最后来看一下 人数 我希望这个人数 怎么样 我看一下 今天4423 可能大家觉得不相信我 实在也没什么不好 不论对或有错 一切一切 预告在前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赚大钱 就算直播人数 四五千人 记得 我们一起来十几万人看 你不选最后的 你要选谁呢 预祝各位能够 赚大钱 谢贵 我们正在酝酿股票的好买一点 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们一起赚 这一波大行情的话 电话赶快拨打 0800 66 8085 0800 66 8085 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注意 最近诈骗盛行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外都不是 LINE小组 S178 Telogren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logren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178 注意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偷偷假冒 只有这三个账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 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0800 66 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